台股達人秀 來 觀眾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一起營業單位 我siuitinghout 歡迎今天我們的羽談來賓 陳建雄 陳老師帶我們現場 好 還有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最近台股股市是投也不回的 持續的緩步的墊高 但是在这个电高的同时 其实美股不管是纳指还是费半 它的创新高局势已经非常之确立的 但是台北股市似乎在上涨的动能当中 它就是跑得比较慢 或者说是快走的一个模式 那一直到本周开盘 目前说在17822 距离是高点 还有大概200多点的一个距离 不过本周一开盘感觉 上方的卖压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观察一下 在现在台北股市虽然也在一个高基期水位 过去我们看到台积电以及联发科 在过去预抽外资的一个买超幅度 推升到了目前的基期 这个基期是不是能够让台北股市 持续的突破18034的新高呢 另外一点随着台北股市 现在也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水位的一个基期上 是不是时候来进行一些稳定资产 或者说防御性资产的一个配件呢 今天我们就请陈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解答了 先请问一下陈老师好了 现在从整个加全指数的一个点位上 过去我们说整个头部 从18034的高点 似乎有一点左肩右肩形成的一个味道 现在似乎已经要挑战历史新高了 能不能说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头部结构 已经被破坏掉了 我想整个大盘呢 当它上个礼拜突破了17633的时候 其实它整个看起来像个颈线的一个头部的压力 其实已经被破坏掉了 所以目前整个大盘现在目前往这个18034来做挑战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呢 因为是这个礼拜已经连续 是以周K线来看它连续涨了 今天这个礼拜是第八周 那通常来讲一个时间飞波 就是细数的这个第八周 基本上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转折 所以它连续涨七周又涨到第八周 这个地方我们预估可能会开始进入一个整理 那尤其我们看到最近呢 指数在往上攻坚的过程里面 上个礼拜曾经还以金融股来做个带动 但是呢金融股一拉让去 中小型的股票就开始往下杀了 那一杀下来大家市场上的开始 就开始觉得风险很大 就开始卖股票 所以呢如果说高档呢 如果进行一个所谓的类股轮动 来换主流的这个态势 是非常的危险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大盘是以金融股 来这边做一个主流 做转换到金融股的话 那这个大盘它就会往下杀 那如果说这个大盘 它还是以电子股里面内部来做轮动 也就是说电子股呢 以涨高了 包括像我们这三个很大的族群 就是元宇宙概念股 包括像是电动车 还有是低轨卫星 这三个族群 如果在电子股里面内部做轮动的话 那整个电子股呢 持续的它就往上攻坚 那当然在遇到指数到18000点这个地方 其实最重要还是要靠台积电 跟联发科这两只比较明显的 个股来做个推升来带动 才会看到明显大盘来突破这个18000点的高点 那我们看到这一波整个大盘 从底部区拉上去的这一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指数大概涨了10%左右 融资是增加了9%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目前筹码还没有说相对的凌乱 那以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大盘它属于晶晶涨的模式 所以在前波高点区呢 18000点这个地方 做一个适度的整理 做个适度的一个拉回 我想反而对大盘的未来长期的趋势来讲 反而是一件好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啊 也就是说 其实大盘的点位啊 从操作的行情来看的话 并不是说格外的重要 毕竟它就是一步之遥 可能台积电联发科 稍微系统单的回补可能就过去了 可是你说要台积电和联发科 能够有像今年年初这样的涨幅 也有一点难度 所以反而是要掌握 整个族群之间的一个轮动 也就是说 大盘休息不代表没有行情 可能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会出来 不过这个时候我就想特别问一下 我们刚才说到说 大盘最近在高乖离也震荡了一段时间 稍微把乖离拉下来 做一些区间的震荡 再攻的可能性比较高 但是如果我们随着这个乖离 下拉的格局当中 是不是可以从一些明显 尤其现在大部分的财报都已经公布完了 等于现在财报空窗期 我们对于未来的作末行情 可以开始想象的时候 陈老师 有没有一些题材 我们可以特别去做一些留言 好我想你要说作末行情 作末行情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在财报空窗期 所以基本上现在股票 在往上面拉升的过程里面 开始会轮动到一些低基期的个股 尤其因为元宇宙概念股的这波 包括像威胜 卫数跟宏达电这波已经拉升的蛮大了 那最近他们已经在高档区做个震荡了 然后也就是说 这元宇宙概念股的这个族群 没有持续在往上攻坚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开始 电子股里面也开始会做内部来做个轮动 像今天就轮到一些低润股 因为人家说低润股它也是需要 那个元宇宙也需要低润嘛 是 那所以低润股今天就开始涨了 当然最终是美光上涨的8%了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到 低基期的一些低润股呢 在这边开始往上面做攻坚 但是高基期呢 一些电子股并没有出现往下杀 那么目前来讲呢 台积电这些占全值台积电零电 他们也没有涨也没有跌 在那边做个震荡 所以很明显目前大盘是在关前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震荡的整理 震荡的休息 那么等待呢 下一次突破1万8000点 当然如果过了1万8000点 我们也知道台股也不是属于那种一直往上挤压的方式 它还是属于类股轮动 也就是说 当大型全值股在往上面拉的时候呢 中小型个股就开始往上 垫高上去 底部上去 如果中小型个股休息的时候呢 又换大型股往上拉了 那最近这个行情很明显 就是走这样子类股轮涨的模式 您刚才讲到说这个低基期啊 虽然联发科它的全值占得比较大 可是 其实从过去联发科的基期来看哦 它本身的本益比啊 其实算是偏低的 这种股票 你看到近期哦 我们看到联发科的融资余额 正在高速的衰退当中哦 那外资的系统班 也是回补的力量非常猛烈哦 这种股票如果想介入的话 是可以的吗 还是因为它的全值已经占太大了 本身上涨的动能其实有限 好 我想联发科哦 那这两个股呢 在外资 联发科为什么最近从一千 从980几块开始一路 往上拉升到一千块以上 元宇宙 对最重要的是因为外资呢认为联发科呢 是元宇宙的这个最纯的一档个股 哦 因为你元宇宙你不管是AR跟VR 或者是你需要什么高速的一个运算 都需要这个联发科的这个晶片 所以呢 联发科被外资界定是一个最纯元宇宙以后呢 它的股价就开始一路往上做拉升 而且外资现在买 好像都很喜欢买那种便宜的东西啊 什么华航啊 长荣行啊 要不然就买一下面板哦 所以它是否在挑选电子股身上啊 未来大力回补的这些个股 可能都是属于低基期的个股啊 对目前看起来确实是这样子哦 因为确实最近来讲一些 比较没有题材的 比较没有业绩的一些个股 其实在短线上也涨幅蛮大的 那么他们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高资在整理了 所以现在开始一定会走这些 所谓本益比比较低的一些个股 像联发科今年大概全年可以赚67块钱 以目前的股价来看的话呢 那么可以看到它技术面呢 也是开始往前波的高点 1185块钱那个高点来做挑战 那它的低点区呢 是983块钱 从983块钱呢 它的颈限是1000块 那也就是说它未来的目标价 大概在116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未来呢 它会挑战1185这个高点 那如果说以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 今年赚67块 乘以20倍的本益比来看 好的话 它至少会到1200块钱 所以目前来讲 虽然它近期来讲 再做个震荡 但是未来 期期还是偏低 对期期还是偏低的 外资 尤其最近看起来 它融资都没有 几乎都没有增加 所以筹码相当的干净 都是这波拉升上去呢 都是外资 包括像本土的一些发展 进场去买的 所以其实稍微可以做一些留意的 好 那我们聊完整个电子股 在未来全职的带动底下的效应 我们这时候拉回来聊一下金融股好了 我们刚才讲到说 上礼拜 其实金融股 是作为整个大盘稳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今年金融指数 大概大涨了30个percent 远比大盘上涨的20% 还要多10个percent 所以金融股在今年它是有一个大环境升息的效应底下 在做推升 可是我看过几档金融股的绩效来做佐证 发现其实整个金控股当中高于30% 就高于金融指数报酬的个股 其实也不多 也不过就是三四档而已 大多数的金融股仍然处于相对低积极的水平 它的涨幅远远没有三成左右 那我们要怎么去衡量 金融股是全面的看多吗 还是我们必须锁定在那几支比较大的金融股 或者说我们应该锁定在 受险部门比较大的金融股 还是放贷部门比较大的金融股 好 我跟你讲金融股呢 这一部分会吸引到市场的吃惊进财 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本益比都很低 对 那我们看一下包括像是2881的这个 金融股 金融股刚才上一页是金融股要创 其实看起来 很像电子股比较强对不对 其实其实金融股最强 因为金融股它创下24年的新高了 那你看电子股 电子股是上个礼拜稍微突破 但是它有留上一线 对 但是金融股是先过去的哦 它先过高的哦 所以金融股虽然看起来 很像没有涨很多 但是其实金融股是这一波 是领先创新高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发现金融股的话 其实指标股是富邦金跟国泰金 因为这两档个股是赚最多的 像这个富邦金的话呢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14块钱 那国泰金的话 今天群年一路可以赚10块 目前来讲它的本业比都不到6倍 那如果说以说 以最比较低的保守性的 它的股值发放率的话 那大概国泰金呢 应该可以发到大概4块钱 富邦金可以发到大概5块钱左右 那你看到它们的职利率 都有6%左右 这其实很惊人哦 因为投资朋友在思考 这个股息职利率的时候 要把股价也考虑进去 今年富邦和国泰 股价都涨了六成 它股价涨了这么多 它的殖利率还可以保持在4% 5% 6% 那等于是说它的获利表现 是有跟上来的 对 因为它确实是像资产党个股呢 它们的获利是相当稳定的 当然它因为它是属于成熟性的产业 它也不会说爆发性的成长 但是如果说大盘遇到风险的时候 大盘遇到压力去的时候呢 那一些比较 比较追求保守性的 一些投资性的一些买盘 就会比较容易往金融股这边靠近 尤其我们看到 像这个富邦开发金 它的净值是15块钱 开发金是今年涨最凶的 对 那最重要是因为它的股价之前在净值一下 所以它的股价这波拉上去 然后你看它拉上去 那个量跑出来 那个量比之前的前波整理去 那个量还要大 那很明显是一个攻击量 虽然融资增加了 增加了不少 但是呢 它的股价还在相对低 其实风险也是相对的低 那包括像富邦清 富邦清我们看到 它这一次还没有站上这个季线 它如果站上季线才会走一波上去 它被基建所压制住 不过它今年还是全年赚14块钱 可以说是目前来讲 是全上市上规公司赚第二名的 那我们再看国泰新是赚第三名的 全年赚了10块钱 你看它股价还是创了一个新高点 那它的股价是震荡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它上涨的时候有量 下跌没什么量 所以筹码还是相对的安定 那我们也有讲过说 整个金融股呢 它们的一个融资使用率 大概只有6% 0.6% 大部分都存股的啦 不需要融资 一般人都没有买金融股的 那电子股相贵 电子股是4% 所以目前来看 以筹码的安定度来看 金融股还是占优势的 不过我们这样讲 等于说 如果我现在想要做一个中长期的配件 希望我未来的资产的波动度 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整体波动度 βs不要这么的大 那这个时候我刚购买的金融股 或者这时候我要介入金融股 是适合的吗 第一点 刚才我们提到说 金融股今年已经涨了三成 它的绩效是跑云大盘的 这样算不算高级期 那第二点 如果我们要购买金融股 应该购买那种 站上所有均线之上 还是我反而去应该选择 那种低股价 现在仍然 比如说刚才负邦金 仍然在季线之下的一些股票 我应该怎么做选择 我想我们可以以这个星光金 来做一个参考 星光金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股价是11块钱 但净值呢 净值来达到18块6毛钱 这很便宜 对所以它的股价 为什么最近都涨幅很大 然后涨幅拉得非常快 也就是它是属于 算是被低估的股票 而且公司也是有赚钱的 所以像这种个股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标的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均线也都属于 多头排列往上攻坚 所以我们认为 选股票还是要选均线 尤其是季线是往上扬的 那表示它景气是翻扬的股票 那季线往上扬 然后它股价要低基齐的 然后像这种个股 像是一个都是比较 理想的介入的标的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看到 可能个股层面 从技术现行来看 可能走得很亮眼 很害怕基齐过高 可是从宏观基齐指标来看 其实它是算是便宜的 就股价涨得很猛 但它还是算便宜 这种股票 其实就可以来做一些 留意和介入 其实我觉得星光金 特别有管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它的股价是低于面值的 低于10块钱以下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看到它 目前终于往它的 净值方向来做追赶 的确可以值得 尤其在未来 一到两年期 在升息预期的大环境底下 也许金融股 在此时此刻 是一个非常好 防御性资产的一个配件 我们做投资 不可能把所有的资金 单压到单一个股 或者单压到 高风险的个股上 我们要追高 同时也必须要看 有没有后顾之忧 来做一些防御性的一个部件 提供给观众朋友 如果投资朋友 有更多的问题 和想法也可以关注 陈建雄 陈老师的LINE AT 以及Telegram 陈老师在里头 都会释放各种 不管是个股 产业 以及宏观经济的一个追踪 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对于今天的内容 有任何的想法 也可以直接私讯陈老师 陈老师都很乐意 来跟各位做一些解答 我们节目到这边 记得订阅G-MINE的频道 按赞加分享 感谢陈老师 感谢各位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